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MIHK十周年紀念特輯 洩到空虛網台血淚洩 繼續有老我和大家懷面歌虛 講一下在這個創辦低俗頻道也好 或者MIHK香港製造網絡電視 這麼多年的回憶 也有很多的點滴 也有很多的八錦交集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開始想做這個節目其實有多難 因為全部都發生過的 全部都是在腦海裡的 回憶上來 但原來有時做今集是很困難 為什麼呢? 原來曾經發覺有很多的朋友 當時都一起去起步 一起去創立一個頻道 以及一起在一個起頭的階段裏面 大家重心協力、群擦群力 齊心向上、很團結 但是今時今日有時看回 很多人已經分道揚鑣 甚至有些是反目成仇 有些是生氣了老我 有些老我一直都不想去再見他 又或者看清楚有些人的本性 真是算了 生命曾經出現過 沒有什麼特別的交修 沒有什麼喊煞的 大家下車或者走各路 沒有說老死不相往還 沒有什麼必要 你有你這個忙碌 我有我的性生活 大家有空先 有緣再見 但是原來我發覺 我回憶有時候有些很 很馬上可以說得到 但是原來有一些的記憶 可能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朋友已經沒有相見了 或者有些人離了一隊 或者有些人不是很適合荷車 你不會再想想回 大家一起上來的 那些開心的一些片段 而今次跟大家說的一個 題目就是 原來當時是我們最人才仔仔 最多人手 最紅心壯志 還有最困難的時期 都熬過的這個時期 就是剛剛起步 成立了MIHK一周年之後 然後我們搞一個 一周年的台姓 可以說很多朋友都去捧場 新枝舊雨 還有我們台前幕後 上上下下的所有的朋友 最齊添 最齊腳 沒有什麼人離台 沒有什麼人有離心 或者沒有什麼爭執的時期 大家都鎮備一呼 一條心 希望做好這個台 這個時候 那我回看你的時候 如果你問我 有沒有一些不開心 心酸 或者一些無奈 難堪 其實就真的打回百味架了 真是點滴在心頭 什麼味道都有些 就是好像你 開心的樣子 我看 就是做一個憤怒的樣子 就是一個傷心 或者一個好感慨 就是各樣的味道都會有 難怪 我要勾回你這一段的回憶 想回你這一段的往事 我真的要看回一些舊片 我只記得原來我做過什麼 有些什麼人出席歌 有些什麼人跟我們在一起 有些什麼朋友 當時仍然還是好朋友的 那個階段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了很久 坐下來 至少有兩天 有很多一些點滴 希望可以借今集的 就是抒發我一些情懷 好了 那為什麼我無厘頭 就要找這一集來做呢 既然這麼難堪 不如不要說了 往事不堪回首 不如不要提 王總腳不消提 是不是 那不是的 原因是 我也是一個很公開的人 有些什麼的喜怒哀樂 心情 或者有些想法 其實我想你各位朋友 跟了我的頻道這麼久 又或者我這麼多的dyeheart 這些followers 死忠fans 都很了解我個人的皮性 我是放不到東西在心裏面 喜怒又要形勢於息 就是一個大開大俠 一個人的性格 就是爽朗也可以 掩飾也可以 或者有些什麼的事情 你做錯了 我一定吵咬你 就是不會有任何的情面 做我朋友的 有些朋友都會明白到 我吵他 當然是為他好 又或者是希望他改 或者有些問題提點他 但是我最煩的 我經常有問題的是 我沒有老理那個朋友的感受 如果那個是我自己的朋友 他真的做錯了有些事情 我沒有想過 就是要給他面子 又或者是 講話軟轉一點 又或者是hands他 我就不想是 對的 一手就打 阿阿七柱野 已經棍 這樣 就是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 就是不受這一套 不喜歡 因為我性格 使然 但是 忍得到就覺得我好朋友 忍不到就覺得我好 很家產 經常屌人 這樣 這些都是我自己 我其中一個性格的特點 好了 那為什麼又會講 今集這個台戲 什麼的trigger 得到我想的 這個topic 出來講呢 這樣 事源有兩樣東西 我當時的網友 到現在 目前為止 都不知道 真心開 還是按鈎 還是玩鈎我 還是 真是很想有機會 再搞一些網聚 很多的朋友都很希望 你搞一些show 好好玩 你搞一些網聚 很有心機 很希望可以再跟你去做網聚 這樣 嚴格來說 就是 成立了這麼多年的MIHK 又或者以前的低族頻道 真真正正 大型的網聚 有幾次 第一次當然是 在低族頻道 成立了一周年的時候 就是當 我們還未離開老蕭 的一個人夫工業中心 那個迷迷的時期 那時期 就是 星期五母女 最耍家的那個年期 也有很多的 美女 在我們的台中 那個時期 很多的網友 就是聚雍之意 看腳 看女 不再欣賞我們的節目 我們都很了解 但是那個時期 就 沒有這麼壯大 節目的類型 沒有這麼多元化 也可以說 製作的質素 對比起後期的MIHK 還是差一點點 但是 看到那個創意 看到那個 Directity 看到有不同的類型 跟一般論證的節目 就是很大的分別 也吸納了很多的網友 但是比較男性向 因為 星期五母女 濕之蛙 現代豪俠傳 這些節目 就是最當打 最主打 所以那個時期的 麻甩佬 鹹蟲 的朋友 就會最多 但是現在的後期 MHK 我都可以說 男女的比例 都很均 而現在 目前為止 我有時懷疑 是否我們 吸引到一些 女網友 多於男族友 我都是有點招頭的 但無論 無論你男性 女性 雙性 男性 男性 或同性戀 什麼都好 我不會理會你的順取 或者你的現在性別是什麼 只要大家抱著一個做好事 心地好 正確的價值觀 支持香港 我當然無人歡迎 大家去追隨我們MHKTV的節目 一次就是在石劫尾 這個多彩皇宮 這個2014年 是2014年 應該是 就是這個多彩皇宮 6月20幾號 6月28號 如果我沒有記錯 第二次大型的 當然就是 8月份 2016年 就是一個MHK成立 一周年的時期 那一次再大型一點 就是差不多 我們離開這個 成業街的時期 我們也是 碧里曼布 仍然還在我們台 的時期 如果沒有記錯 就應該是 2017年 尾 2018年尾 如果沒有記錯 是2018年尾 即是 未到2019年 2018年尾 就是在一個 近美夫的 九華敬 一個燒烤場 做宵夜吃的 當然 對最近一期的 就是在 2022年的 3月份 2023年的3月份 2023年的3月份 是 就是在一個 KC Sir的 Mars Bar那裡 那次我就是做了一個 Morning Glory的 真人Show 那次也是 也是一個大型的網聚 那就是一些小型的網聚 當然 就是 有在 曾經PMQ 即是 那時候先人夜話 那一次 大家說鬼故 的聚會 一個比較小型的聚會 就是近 Halloween的時期 另外當然 就是 我們在成業街 那時候 有很多 無數次的開放日 即是 賣東西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朋友 拿他們的產品 拿來賣 很多網友來支持 而 有時候我就要想 一些事情 搞錄音 即是 喂 怎樣吸引你們上來 聽聽音響 介紹 可能跟大家 有老屋的私人玩具去買 是吧 可能老屋就去煮食 這樣 招呼一些朋友 但是 認真一點 有一次 真的做得很辛苦 嘩 真是很拿命 就是 全台群擦群力 很多的主持人 用心去做好整個Show 應該就是 2016年的 8月17日 一個 MIHK 一周年的 紀念日 那 為什麼我要拿這件事出來說 原因就是 我們在這個舉行的venue 很快就應該消失在香港的地圖上 因為 這是九龍灣的九展 其中一間的酒家 我也忘記了為什麼會找到那間酒家去舉辦聚會 而 主要都是因為 那個地方就夠大 而且 又不是太忙碌 可以擺很多圍 我們都可以擺十幾圍 如果沒有記錯 很多朋友都有來 但是 很多朋友去完之後 就是 我們搞的這些網聚 是 最有用心 最好玩 最開心 最難忘的 一些Gadowing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朋友搞網聚 就是最簡單的 就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大家坐過來 吃一頓飯 打賞 心意金 捐錢 香油 最多就 有來講一下 抽一下獎 就是這樣 我自己去過一些大型的網聚 我當然去過MyRadio的台慶 很多人 很多位 什麼毓文的號召力 他這麼多的支持者 當時也有去過 MyRadio的一個台慶 就說 有多人給面子 聲光吹吹 那時候我還記得 在MyRadio的台慶 我認識了 翁小姐 開始了有一個Friendship 然後再談一下 怎樣搞一個 佛門警訊 我也是在那裡認識 翁小姐 也有其他知名的朋友 正宗 即是毓文的那個 MyRadio的台慶 真是正宗聲光吹吹 很有型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 但我們也是想想 我們當然沒有教主 這麼有的號召力 到我們一周年台慶 那時候 我們當然要做好一點 不然就比料下去 豪斌州 這樣就不行 要想很多不同的計劃 我記得 那次去就很快就談好了 他說 他講了很多要求 為甚麼呢 他有個Stage 給我們聊天 又可以擺個Backjob 如果我們來做 武師 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也可以早些讓我們進去打牌 也都很配合他 我們其實就開始說 這個場景很好 可以擺到很多圍 如果台正中央 大家 為為都看得到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個地方雖然是隔離一點 但是附近已經可以拍到車 也走過來九龍灣下車 也不是很困難 有甚麼如此類推 最後我們選了這個地方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近基地 你有甚麼東西搬來搬去 又或者完事之後 要搬回到基地 也不是很困難 不過搞完這次的一個網聚之後 全公司上下其實都很累 因為基本上 我們真的當了一個好像 電視台的台慶show來做 又有表演 又有玩 又有東西吃 很多東西 又抽獎 又送禮物 如之類推 所以整個show 有了run down 有了鋪排 有了演講 還有一些特別的一個驚喜 所以整個show 之前也要量度 有甚麼program 又要找一些sponsor 送禮物 是吧 然後來到之後 還未開始吃東西 有些甚麼 要warm up牆 我記得那時候 我朋友 殘忍 他也是做生果 很支持我們 來做了一些 人頭這麼大的西瓜仔 說他可以開了西瓜 然後就 搞爛了他 然後就當西瓜汁這樣喝 清涼又多汁 很棒的 接著呢 又有一個麻雀王大賽 之前呢 在之前一年 當時我們還是一個低族頻道 第一屆的麻雀王 就是赫加魯 是贏了的 所以赫加魯 就不需要打外圍賽 直接決入這個決賽 然後呢 跟今次新的一些挑戰者 跟他去比拼 我記得好像 這個麻雀王的大賽 到最後呢 就是 這個藍花戲的朋友 馬褲 就挑戰 這個赫加魯 順利 就 抵抗了 赫加魯 成為第二屆的 這個 麻雀王 這樣 又有 武師 那時候就 Bian 五師傅 很幫忙 五師傅 我們在曾經大院 有訪問過他 一個朋友 他知道我們 要搞台慶 不如我們 醒台師你 你牆裡面沒有絲 這樣 很熱鬧的 我很記得 那時候沈大哥 和Winnie 燕姐 都在 Wendy姐 都在 然後 翁小姐 又帶她的大女 劉曼儀 每個都看到 搭了堂 因為劉曼儀很漂亮 又有 很多不同公司的同事 那時候 我還記得 Christy 因為她現在的手 基本上全部是公仔 那時候 我看回一些片段 Christy的手 還是很棒的 沒有那麼多公仔 而且 都肥肚子 不要說肥肚子 其實一直都瘦 但是現在 就更瘦 以前 有少少少少女 Fat B 我們那些馬路看 就很適合看 現在瘦到防止妖 這樣 不行 那時候她都覺得 Christy很美女 很多人說她美女 但她沒有那麼多公仔 當然也有Carmen Michelle 不同的朋友 都在那裡 那時候 晉升老闆娘 都還沒有單身 還有老公 那時候 我還很記得 和總理還拍張照 那時候 你給這個感覺 為什麼我不想回想 好像 這次之後 是一個最top 人最齊 不是怎麼翻臉 大家還是很齊心 然後 然後 幾個月之後 你 Divorce了 然後 開始 陸陸陸陸 有些人的心 離棄 有些人又不喜歡 有些人又 吵架 反胎 就是 這一個 一周年台慶之後 我個人認為 就是MIHK裡面 很多的faction 出來了 有很多人 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些人覺得 他自己是應該 更加獨乾一臉 有些人對外的看法 有些好像 我沒有怎麼理他 然後有很多的 一些問題 就不生 那可以說 如果你問我 真真正正 開頭的時候 最齊心一齊的時候 就是我們離開 老蕭 這個人夫工業大廈的時期 然後萬眾一心 群擦群力 幾艱難都好 就砌起了一個 低俗頻道出來 之後演變了出來 MIHK TV 然後 艱苦一年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有太爽躍 又有一個 歷史幾銜都有 又有 仙人夜話的2.0 那時候他跟Carmen去拍檔 有奇摩茲 奇摩茲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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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摩茲 又有不尋覽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這些節目 又有藍皮書 是吧 亦都開始來 那就是 哇 很震容鼎盛 可以說 堪稱當時的網台街裏 最diversified 最多 variety 人才最鼎盛 是吧 就是 全部呼 是吧 殺破狼的 這個陣勢 但是很可惜 sense 這個peak 一上去之後 開始 就有一些 decline 離心 咬叫 但如果你問我 真真正正的分水嶺 我會覺得 一周年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什麼問題 就出來了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就會出來了 那 最好笑的 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 都不要緊 都照說 剛才我說了 晉升老闆娘 其實那個時候 跟她的先生在一起 自此以後 過了台庭 幾個月之後 就奇怪 奇怪 接著就開始 發覺他們 就分開了 好嗎 接著 最有趣的就是 老闆娘的前夫 曾經 在這個台庭之後 就大過一個人 就說 很有興趣 想搞網台 然後 接著 就 走上來 想看看 行不行 就問我 當然 無任歡迎 我給你看了 學曉了怎麼做 沒所謂 你懂得做 硬件不是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 人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 上來之後 就是 聊聊聊 介紹我們總經理 就是 邱經理給他們認識 然後 跟著 邱經理跟我說 那個人 寫了十萬元給我一個月 等我幫他搞網台 我說 邱經理你還不敢 快點去 去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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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帶人 上來 然後 那個人 去 寫了 十萬元一個月 嘩 我聽完之後 阿俊 說 黃金機會 快點走 去吧 不如 阿俊死都不肯 後來沒多久 就 聽到他們分開了 那 最令我詫異的就是 老友 你是不是玩夠我 你跟你老婆 不妥當 你不要找個人 上來叫我 那個籌碼走也行 還要開到十雞 一個月 你叫那個籌碼走 那 我的當口 就出事 那件事 真是謝謝你 周先生 開始之後 就 逐續有很多問題出現 例如 先人擺款 之後 有周公子 這些問題 很多這些問題 然後 逐續出現 令到 整件事件 開始人腳 就不太齊 那些 阿斌哥 又走了 之後 到 錢小豪 又離開了 很多人 就路路走走走 離開了 也有些新腳 加盟了進來 所以呢 說到這裏 我自己 有一點點 就很懷念 以前最鼎盛 最鼎盛 人最齊心 大家都沒什麼爭謠 最開心的 做好整件事 那時候的氣氛 客家人 沒有失蹤走數 原來是健在 如果 還原基本步 有個時間機器 可以去 回到 然後 再來過 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再重複 回到現在 大家分散了 朋友都沒得做 有些 會不會這樣呢 我有時候都不知道 因為已經是歷史沒有如果 也都不會回頭 去到現在這一天的地步 我只可以說 是 繼續走下來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情 知道了 了解了 發生了 學曉了 反省了 在將來的子裏 不要讓它再發生 說回一些開心的事 我還記得 搞這個台興 玩完這個麻將王之後 又沒有屍 而我當時還說一下 豪靜莊宇 說 我們要拍網劇 當然我忽視了做網劇那種辛苦 以及我們的人力 物力 我經常都覺得 經常都很想做很多的事情出來 但是奈何 人力有限 資源有限 我會不會太擔心呢 會不會太 急進 和太進取呢 做了很多的事情出來 用了錢 用了資本 其實不會變成打飛機 而沒有想清楚 剩下回來的 經濟上的效益呢 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 我就是一個 脫僵了的夜馬 那個創作的能力 和很想做很多的 不同的節目出來 令到那個 Kate View 升高的 passion 是很大 但是奈何 我沒有把我做出來的 所有的這些產品 怎樣可以帶回一個 實際的經濟效益 而benefit 到一個台 或者令到有更好的一些錢 令到可以加同事人工 令到每個人都有一個實質的 經濟的收益呢 可能在這件事裡 我沒有想得很清楚 而當時的一個模式 就是希望做很多的節目 很多不同的頻道 是吧 然後我們 當時 不是說 我們真是全個 網台裏面最多頻道的 一個頻道來過 我有財經台 我們有一個文化頻道 我有 啤梨晚報頻道 是吧 我們當時的低速頻道 仍然還在 有兩個頻道 有一台 一個網頁 一個APP 按進去 很多的節目 可以任你選擇 就是One Stop Shop 什麼類型的節目都有 我真是有幾拋的 因為 人家都只是死固固一個台 我們有幾個頻道 不同的時段 每個星期 幾十個小時的節目 所以 我是很 給自己一個 覺得 我以後做得很好 做得好多的一些不同類型的節目 但奈何 我沒有將它 將它 變回 一個就是真正正正 可以有經濟 回來的 OI 即是 有少少說話 夠做了 即是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回到頭的話 我就跟當時的我講 喂 Hold your horses 冷靜點 先想清楚 有很多事情 做了出來 是 你是做過 玩過 但怎樣去變回 每一件事都有經濟效益 如果我可以回去 看回 2016年 當時的我 我就會跟他講 你想清楚 每一件事 我希望你有創意之餘 或者你預計了吸引多少人 訂閱這個節目 而這個節目 有沒有腳 是吧 就是 別人叫好完之後 叫做之後 但是 可不可以再多一些 經濟效益 回到來呢 我想我會在這方面 叫當時的我 給心機 想清楚這件事 不要謬謬然 開一個節目 而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散開的時候 你手下的手足 每個人都跟你做到疲於不命 每個禮拜 就跟你這樣去搏 除了 deadline 到最後 其實他們會乾 而且他們也會累 而 拿不到經濟效益的時候 你那種的創作之心 你那種 passion 你自己當然滿足 看到一些節目 接著有些人說讚好 但是 他們做得這麼辛苦 而沒有一個實質的 reward 給他們 那他們又會怎樣想呢 我想 在整件事的得著裡面 我就 走了這麼久 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這件事 犯了一個很錯的錯誤 又或者 可以說 我有些好大喜功 不想被人看死 還有在最短的時間裡 我希望做到一個台很有聲有色 聲勢很強大 網台界裡面的 可以說 追得貼這個迷米 跟得貼教主 甚至我們希望可以過了他們 成為香港最大的網台 但是去這個方向去 而我沒有在這個 Sales Income Revenue 那方面 怎樣去配合 好打的 對嗎 又大將 又大將軍 又步兵 什麼人都有 一直衝下去 哇 衝鋒陷陣 神阻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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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衝下去 但是到最後 打到這麼前的地方 去到這麼遠 發覺後面的糧草 好像跟不上 那你就站在那裡了 對嗎 我自己有一個 這樣的 學習 現在看回 當然 馬後炮 原來 現在的進程 人們都不用多做 自己有一條的頻道 打一個Key的 Youtuber 或者打一個Key的KOL 每個人只看他 總之 一天 或者隔天 你有一條影片 是上到 如果他喜歡你 你 大一個Subscribe 多人去看你 你之後的Revenue 回來就最好了 這樣 簡單 清楚利落 但是當時我的想法 就是希望在香港裡面 借取一個 Online Media Platform 有一個 本土的香港電視台 製造多元化的節目 給更多人看 可以找到商家 可以找到人去Sponsor 可以找到人去下廣告 如此類推 但是奈何 看歸看 但是以後那些商家 subscription 廣告 似乎就沒有因為 就算我做到幾好的 這些節目 Key View 多麼好 都是少了 別人在背後的financial support 甚至當時 我跟大家講過 我們甚至去ABI 找一些商家 甚至我自己 都會請同事 幫我去找一些小商號 希望他們可以 加入我們的廣告計劃 sponsor我們 幫他們宣傳他們的產品 title sponsor product placement 如此類推 但是 都是 似乎 不是很buy 這個概念 可能因為政治取向的問題 也都是因為我們的台 是奉人 不停口 不戒口 都是會說髒口 商家 就不想跟我們 有些這樣的 也不一定 Anyway 說回那晚的網聚裡 我亦都講過台的一些 direction 好老實說 當時所說的事情 都有做 但是做完之後 就無以為計 因為 正如我所說 殺到他入去天經 那樣 但是後來的糧草 就頂不住 變了停步不前 而所有的 將領 人馬 竟然又出現一些 爭吊 離心 有很多內部的問題 影響到這個士氣 又或者很多的網友 就覺得 你們都離不開 中國人最後的內控 在這個地步 也有些網友 都是離場 沒有跟我們 一件事也會發生過 一直就開始 過完這個 就開始慢慢收縮 慢慢收縮 他拱固 不再做那麼多 大陣仗的一些事情 而 之後也沒有搞到 任何的大型的網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做一個 正常做一個 show 又要搞 Rundown 又要搞 劉智 又要 Beefing Michelle 他們做一個 詩儀 去介紹 所有的事情 去想一些不同的環節 我記得當時找到 Kelvin Seale 這個魔術師 有靚仔魔術師 他要表演這個魔術 有一個男女子的 啤酒 敬飲大賽 當時 贏到最後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Giant James Giant James Giant James就是 Cassie他們的 expect的朋友 英國來的朋友 James Jace Graham 六尺多高 即是籃球界的身材 另一個就是 藍花系的老師 再搭就是 山周 藝術水脈脈 我們有一個 外判節目的 Coordinator 他是Studio裡面的負責人 怎知道 這位小孩喝啤酒 這麼快 他就贏了 到決賽女子組 小丹教學 小丹教化妝 那個小丹 他也是喝酒 很快 小丹又美女 化妝又好 想不到她吞吐量 那麼厲害 翁小姐的女兒 萬怡 也有份去參賽 很開心 又有魔術表演 又有喝啤酒大賽 又有舞獅體 又有抽獎 大家都很盡興而歸 而最開心的 就是當時 我們有一個叫台慶穴 台慶穴 我們就想過一些花神 因為花神就很有趣 因為花神就是 當時我們想過 在大公司工時 有時候學巧那種的 team spirit team building 的 這個 exercise 有時候人們就說 你又做這個department 你又做這個department 大家都好像 不知道大家的流程 運作 是怎樣 不如來一個 大鬥亂 雜交 大家大雜交 你做開這個department 就去這個department 做一下 了解一下人家的IT人 怎樣去做事 扔你過去 這個creative 裏面 和你的creative 聊天 了解人家怎樣做 去讀策 知道你將來回到去 做你自己的工種 你的工種 怎樣去影響到人 怎樣可以 你給人家的beving 清晰 幫到人家去讀策 人家讀策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會計 他們的運作 怎樣去幫忙 公司去收回數 令到會計的同事 沒那麼難堪 又去學一下 media的orientation 了解一下media planning 怎樣運作 那時候我就有這樣的 exercise 而我將這個concept 放在MIHK裡面 玩 我們就玩了一個 大兜亂的 網台主持人 大兜亂的 這個動作 做什麼呢 兩個袋 一個袋 一個袋 抽 什麼的節目 原來一個節目是 做你老母中國人 比利哥 然後再抽一個 看誰 抽了出來 原來是一個先人 兩個要在 未來一個時間裏面 做你老母中國人裏面 兩個主持人 合在一起 來做 我記得在 以前的 低俗頻道 的時候 我抽到 和力蘇 去做的 正恩書院 當時大家都覺得 力蘇和我 不是很合 大家的 chemistry 不是很好 兩個竟然合在一起 做正恩選 但我當然會很professional 私人恩怨 放下 做show還做show 這件事我絕對沒有問題 可以做到 而在MIHK的時候 再玩這件事 械子的美食家 總理好像抽到 和萬里望 一起做械子的美食家 總理抽到 做一個 先人夜話 講鬼故 大家不知道 其實總理 就是好恐怕鬼 總理 沒有太敢聽 先人夜話 不要 OVER 他那時都肥쪽에 很有趣 功夫得 homem 雄貓 他那時跟我說 晚上 他是不敢重溫 先人夜話 是神業 下班 第二天日天天日白 太陽曬到天靈陽 醒吐河 大人最願意做 這個先人夜話 這個故事 還有什麼呢 啤梨漫步 啤梨哥好像抽到Carmen 跟他一起去做 如此類推 大家調到亂了 大家都可以看回 這一段影片 可以重溫當時抽了什麼的同事 做什麼的節目 有幾個節目都調到亂了 很搞笑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第一 因為當時的同事 其實就上來錄影 走人 其他節目主持人可能不認識 可能是這次第一次 最有機會在網聚裏面 大家認識我 我認識你 但是做了這個 arrangement之後 原來他去做講講歷史 你跟總理出去吃東西 你回來 叫的的女兒 竟然被拍台拍椅 吵架這個香港政府 真的很過癮 原來這節目是這樣的玩法 加入了一些新人 明知有些人說不出話 即是 扭你的街 你調去做這個節目 那些尷尬的位置 會是怎樣 那你就會見到很多有趣的情況 會出現 那些 chemistry 大家估計不到 也會帶來一些新鮮感 給很多不同的網友 過得很津津樂道 很懷念當時我們這個主持人 大兜亂的玩法 一個是做了兩次 但是當然 現在 可能會再重溫這件事 一來我們已經 割了東西 二來 亦有很多 時差的考慮 難道我叫 澳洲的超哥 撞這個 曼城的烈大夫 做了一集的烈大夫 中醫教師 除非他們 將來有機會 在台灣 坐在一起 一起去做 那阿德華爾 就難搞 少少 就算我和KC Sir 都可以說 飛得密一點的朋友 那 接下來的五月底 KC Sir 又會來溫哥華 探望我 那我可以和他 有些過程 大家可以見到 老友相聚 否則會 難搞少少 英倫 LOT的朋友 很難和總理一起 去做節目 做不到這件事 好多感觸 好多的回憶 好多的一些的想法 就是想 如果那天 我們去到這個時刻 裡面 一個時間囊 停了 大家都是關係這麼好 大家都不會有這麼多 老診 大家都不會有這麼多 的爭招 大家不會有這麼多 衝突 停留在這個 2016年的8月17號 這個晚上裡面 以最開心 愉快 大家見到那個 的成效 見到大家的努力 那種付出 做到那個台 起碼都有一個光明的道路 然後 有無限的衝勁在前面的時候 那種的雀躍 那種的開心心情 如果還能保持 有這個心 那當然是不錯 但當然 沒有如果 好像剛才這樣說 也不能回頭 只有這次 百般無奈之下 做回這一集 我才能看回這麼多的 這些片段 當然 有很多的回憶 和點滴 在我心裡 百感交集 就是看回我自己 我當時的樣子 就是 猴子的頭 和現在變成圓章房 大家的氣場 都好像有點不同了 雖然沒有什麼很大的 一種的創路 八年前 到我和現在 來看回 除了肚腩 大了一點 之外 身體的結實 和以前都不相差很遠 頭髮日多了 但是如果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可以回去 告訴當時 醫療的肚腩 叫他 一年之後 不要太大起功 想清楚 怎樣去做 走的方向 不要為了 要 撞聲勢 立威 要厲害 想回 再實正一點 我想當時 MHK的變化 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 這個就是 每一位創業的朋友 都要謹記 穩打穩擇 有這麼大的頭 拍這麼大的帽 也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 你自己衝得行 你自己肯拼命 你自己不怕不夠睡 你的衝勁 乾勁 拍力 有的情況之下 你都要看回 組隊隊 跟不跟得上 你會不會造死 組隊隊 做到他們五勞七雙 同時之間 亦都是 沒有因為 顧著衝 而看回團隊的心 團隊之間的 這個 想法 大家裏面的 value 價值觀 不停要 cross track check and 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大家想的 thinking 去境的方向 大家的看法 要多一點的 溝通 和交流 幫大家的 stakeholders 大家一起 reinforce 大家的 價值觀 reinforce 大家的 想法 目的地 如果 你問我 過了這一天的 台慶之後 我是少了關注 跟team members 裡面 究竟大家 應該要走的路 還是一致 想法有什麼問題 他有什麼不開心 或者不對我 的看法 我是少了 這件事的關心 問候 同時之間 我衝了太行 衝了太前 想太多的事情 要走很多的 objective 而忽略了 怎樣去鞏固 後防 搞好良草 還有最重要的 你自己有個passion 可以令到你 放下所有的東西 不要緊 但是 不是每一個的手足 每一個同事 每一個姊妹 他們的想法 是否只有 和你一方的熱誠呢 finance方面 怎樣去report 他們 令到他們 他們的付出 他們的努力 是有substantial的 一些回報 和你繼續走下去呢 每一個老闆 都應該要有 這樣的想法 是吧 好啦 多謝大家的本場 多謝所有的付費會員 看MIHK十周年紀念特輯 攝到空虛 網台學女士 多謝各位的付費會員 支持我們 聽聽老鶴 想當年 講一些看法 講一些感受 給大家聽 兩個星期之後 再和大家見面 以下送上的 是當時的一些台慶 的一些片段 給大家重溫 感受當時的歡樂 熱烈 那種的澎湃 那種的pression 那種的氣氛 那種的氣氛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謝謝大家 每位都是硬梳理 489元 現在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了 報名詳情 請參與 低俗頻道 Logic.com 台務Facebook專頁 美國的民權運動領袖 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 The time is always right to do what is right 在2015年的7月1日 MIHKTV正式成立 我們為了我們堅持的信念 在最適當的時候 做了最正確的決定 一年後的今天 這個自由和專門製作 香港人口味節目的網上電視台 已經每個星期製作超過50小時的視像節目 我們今天已經擁有5條網上頻道 而很快在8月份 我們也會擁有第6條網上頻道 這一切傳來你們的支持 和我們所有手足的血汗換回來 8月6號 我們的台慶一週年晚會 等著你 希望大家都一齊來玩笑笑輕鬆一下 另外我們當然是歡迎大家 大家贊助當晚一週年晚會的抽獎禮品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3955-8673 或者電郵去cs.mihk.tv 8月6號到時見 晚會票價每位488元 一圍12人我給你9折 即是5288元 快點登入這個網址去訂位 晚會所有的收費 將會用來提升電視台的器材 和維修的作用 放332元 對 機靈 出現 Nas 邊 她 在 Persian 今天我試試看 你怎麼回事 各位, 暫時的賽果 以第一名就出事了 這個有點困難 這位是吧 但要怎麼面子 成這樣 準決賽就一定有奮 我看過隔壁堂的對手 基本上全部都會出來 有猴子、Johnny Helen 大哥, 每個都要攻守 其實沒有我的份, 你真的很討厭 我幫猴子, 突然沒有我 你也不怕,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打你 我相信我第一次投入敵人 那隻大猴子 大猴子, 對 你應該為免信心, 好嗎 一點點吧 對, 你可以說 我沒有支持宣傳影片 對, 贏了我會囂張 這個影片我會比較低調 《獅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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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